这篇期讲解是天王飞刀 2012年的河立碑 红方赵国荣 黑方是红志 开局是飞向 对战左中炮 上一回我们说的是 女心战胜了刘大华 短期我们来看一下 赵国荣对红志的精彩对局 这里是五七炮 对平凤马 对方上来之后呢 马骑紧六 准备威胁中路 对方对局 不肯让你中炮发出去 但是呢 黑方发现了对方 右边底线的弱点 准备吊鞠过来威胁 此时呢 红方可以选择炮打马 但是临场的话却没打 打掉之后会怎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这个棋 你不能吊鞠过来吃 如果强攻 这个棋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换掉以后 人家可以回马 这里你看似好像 可以有一个铁门栓 但是你还来不及 红方可以进炮 这里黑方的两个选择 一个是捕士 一个是金三足 首先我们来看 金三足的变化 那么你这里看着好像 有个空门 你不敢捕士 捕士就闷工了 所以你这里 想去走一个上将 铁门栓的时候 人家这个鞠 刚好可以过来解围 所以最终等待你的 就是鞠双炮的杀棋 所以这样的话不行 那么这儿 你既然不能够选择 一个金三足 那你可能会捕士 直接出来 避免打草惊蛇 那么这样人家也会出具 看似铁门栓 他上马可以解围 你吃马 他可以用炮看住 你吃炮 他不要了 让你吃马 他进鞠宝 给你戏一个子 这儿的话 就看你怎么走 你用鞠齿的话 对完之后 结果人家多兵 你肯定不甘心 那这儿用炮去打 准备叫杀 人家这里可以 炮给你将解围 你一吃人家一吃 你再看的话 推炮一串 你还要丢子 所以你肯定不吃 继续叫杀 那么这样来的话 这个棋它可以再降一串 如果说你这里 选择电鞠就吃光了 电前面这个炮 抽你鞠 所以你只能电后面这个炮 能不能进去呢 不行 为什么呢 进去的话 砍你一将 中间再一将 先棋后取 把你的鞠给抽了 所以这么一招棋存在 你不能进 那么刚才说到 你前炮一电 这一将把鞠抽了 所以你到这里的话 只能电后炮了 即便如此 它也一将 把你掉进来 然后呢 一吃 致死局面 红方得子了 所以黑方这棋啊 他补士啊 或者金三柱都不行 攻不动 可见鞠一平八 就操之过急 所以黑方这时候 最好的招法 就是鞠一平二 那这样的话 红方会切进来 你吃个炮 我吃个炮 反正我夺子 黑方当然不肯 这样的话 就把马车掉 红方趁机 那么具拿出来 然后呢 抢战要到 局面到这里 红方先手 那么这株棋啊 也就是一个小骗招 打完之后呢 红方少是先手 但是临场的话 赵国荣并没有选择去打 而是选择上马 就想把对方马赶走 但是呢 黑方就是不走 顺水推舟 抓你一下 这路棋就有意思了 到这以后呢 看你怎么下 你踩还是不踩 如果你不踩的话 人家马也可以上 你虽然踩一脚 它可以退 现在你正常得出具啊 他这个局一 但一过来抓你的马 你就不舒服了 这个马正常 你得跳开啊 不然吃你 那么你一旦一跳开之后 它这边呢 将来是有一个 炮三平六啊 准备点一将 破试啊 手段非常多 对方的话 正常就踩进来 但是你踩进来之后 它先来一将 让你落试 这样一来 你中路空虚啊 它在退居捉你 这个时候 看你怎么走的 你正常跳进来 它这边一捕试 肯定是得子 那这个马要丢 如果你去踩这个中足的话 它中间一吃你啊 如果你贸然离开 这边只要一踩鞠 就要杀进去 一将抽你 所以对方这个马 到中间呀 已经不敢动了 只能填一个马进来 此时的话 这里平跑一打鞠啊 正常闪开之后打马 上马又是踩马 又是打鞠 你一闪之后呢 将来它这踩掉吃马 你不吃不行呀 然后呢 这个骑回来继续威胁着你啊 步步先手 所以对方这个骑太痛苦了 所以到这儿 这个马是不敢轻易去上的 那么这个骑啊 就说人家现在啊 吃着你 对方也只能说是啊 赶快换掉吧 减轻压力 不想再被利用了 那黑方呢 顺势就打过去 这样的话 你这边是个空门啊 对方到这里啊 如果不打的话 被吊着走下去 也是不利 平常的话 他就直接打了 这样一打的话 可能就导致了这个骑啊 这边空虚啊 那么底线叫而杀 对方的话 也不敢出老将 因为这个点江之后上来 是一个重炮杀骑 所以对方到这里 也是万般无奈 下出了炮一平四 但是你这个炮一走 你边线就弱了 他这个骑选择 不是有一个点江之后 出老将啊 这样红方呢 回马 看似可以把炮赶走 实际上呢 黑方刚好就顺水推舟了 炮五瓶久了 下一步骑下底线 红方到这里 确实不好防守啊 他这里呢 选择是一个出直鞠啊 那么正常的话 可能需要选择一个上马 什么意思呢 就你下底炮 我把鞠拿起来 你要吃马 我就落相给你换一个子 你不吃 我就硬落相打你 这把鞠拿过掉啊 进去防守 这样似乎更顽强一点 但是也是啊 黑方好下 临场没有走出 最顽强的招法来 那么先出局 这样的话 那黑方就甩炮过来 这儿一点炮 下底炮就要杀他 红方希望通过 弃马的方式可以解围 但是黑方就是不买账呀 硬往里点 太狠了这个棋啊 那么到这儿 选择一个退回啊 那么踩双 想把鞠引开啊 然后炮过来解围 到这儿一将吃着炮 肯定要进一步 然后一平炮 准备下去啊 首先不让你吃到边足 晃你一下 一个小顿挫 然后呢 推炮回来 准备放中炮 这个铁门算厉害了 到这儿以后呢 对方啊 推炮 想要去打中足 黑方先叫杀 同方只有出 然后呢 退掉 准备将军啊 你电炮我就吃你 对方打了一将 补个相 现在呢 你走这个啊 掌炮人家刚好一将 电炮他炮五平六 把你炮捉死了 所以地方呢 炮二进一 将军肯定不能进 铁门栓 那就电炮 他的意思是 让你过来平炮 他可以呢 将来进去 你顶多吃个事啊 至少这个炮不白丢 然后呢 到这儿以后 黑方走的是 炮八退一 准备了炮八平六 红方管不了这么多 进铁去抓 黑方到这儿啊 再退一步 下一步棋 他这里可以打中式啊 打着炮 打着铁 或者炮五平六 手段非常多啊 这儿对方就闪开了 不想被利用 然后呢 黑方进了边族 不给他吃 红方这时候呢 正常可能要起兵 把铁王国掉 但是骑呢 你损失兵太多 也过于惨重了 结局也是少兵不利啊 冰场他不甘心 准备了推炮 弹子炮防守 这儿的话 黑方强度起足 红方一看赶快冲兵啊 给他换一个吧 黑方只是不换呀 准备继续拱炮 红方也是无奈了 中间先抓炮吧 黑方就炮平六 对方进去 意思就是我丢个失散 这儿黑方打掉之后 试掉 黑方现在他不吃这个事 他现在一点机会都不给你啊 走足三斤 这儿的话 净多三足 太狠了 那么吃这事啊 正常是要走势的 那进居的话 是要抢兵啊 那进炮 这里吃完之后呢 到这儿其实杀势也可以啊 那么他走退居吃炮 这招期啊 就是不给你吃边族的机会 那么对方只能过来看炮 这样的话 把你冰冰吃掉 你还不能吃足 他一江跑掉了 你炮白丢 所以到这里啊 竟是多三足 对方没有一点办法 穿江之后啊 将来看着边族 必要的时候 一族还双式就要杀他 对方飞向要吃边族 小族过去了 再退回想吃双 这儿的话 甩炮啊 准备的提前也将破你吃 太狠了 到这儿赵公实在是抵挡不住 只能忍输 这盘其红制获胜 一旁 欣祝